我們今天帶來的是五色鳥系列裡面 大概最受歡迎的性感鄉 都會男性的性感鄉 叫Enigma 迷漾 之前我們拍的是迷漾烏木嗎 迷漾烏木跟迷漾古龍我們都拍過 那今天這支就純粹叫迷漾 迷漾香精 男性的我都已經迷漾了 那它有什麼特色 古龍版一手到跟它的瓶身一樣 整個是那種可樂色聞起來 也就是可樂加威士忌的味道 那我們來試試看 像不像調酒 有喔 有喔 酒香 酒香 扣啦 然後帶了一些成就木質的辛香 成就木質的辛香 它也有辛香料對不對 但是沒有什麼成就木質啦 沒有嗎 但我聞到成就木頭耶 它的香調我這支就老了你 這算是最簡單 辛香是黑胡椒 奶肉裡橙花 橙花 香檸檬 它也喜歡用香檸檬開頭 中調是甘義百蘭地 菸草 生薑啊 茉莉 可能那個我剛剛講的 前調跟中調都喜歡用辛辣的 是 那雞調是香草 安息香跟廣貨香 你看 三個香調裡面都有 所謂比較辛辣一點的味道 味道比較重一點 對 所以它是一個都會男性的 喔 生薑味道要出來 對 那有那種 那有那種威士忌 然後菸草 就是那個成功人士 就是 晚上出現場所的味道 有錢男人的味道 有錢男人的味道 對 就像你會出沒的場合嗎 沒有耶 其實我平常都蠻乖的 對 雖然你不相信 我也是這麼講類 但它其實是 品牌裡面最受歡迎的 就是它 第一個是它 這個強調非常有記憶點 其實我覺得五支都很有記憶點 但這一支 特別受歡迎 這支特別受歡迎 你剛剛有說Cola 可樂對不對 有沒有可樂味道 越來越可樂 可樂加威士忌 對 是不是有一種調酒是可樂調酒 真的有啊 真的有 還真的有一點像 真的有一點喔 因為它是可樂味道越來越出來 對 可樂味道越來越重 可能可樂裡面有一些原料是這個 對 有妙喔 整個很可樂齁 整個很可樂 對 而且那個可樂不是聞到可樂 是喝到的可樂 好不好 而且你聞到那個氣泡感 你知道可樂倒出來 對 打開的時候 對 然後倒出來 碳酸飲料 對 肥宅快樂水 加上一顆曼陀豬 對 好對不對 好沒有 我覺得這個顏色齁 可能本來看起來有一點沉重 也像 但是沒想到它 也像 對 但是它的味道是非常的清涼 然後像可樂一樣 它有點可樂氣泡感 因為你喝可樂都是多半開心的時候 對不對 因為它是快樂水啊 對 或者是你心情不是很快樂 你來一杯這個可樂 快樂水 就跟它名字一樣 可以讓自己很快樂 沒有啊 其實最主要它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人士 在夜晚會噴的 因為我們會去 比如說威士忌啊 去野家啊 這個當然你不肯大白天去嘛 對不對當然就是晚上 就是你會去啦 我是不會去啦 我不會去啦 好我不會去 不要把我講得這麼那個 好不好 我也是親那個 善良好 好老年 你都是喝可樂的 對我都是喝可樂的 對 而且平常它是非常性感的香氣 任何人難的噴上這一支 嗯 或是你喜歡酒香香水的 對 都會喜歡這一支 然後我覺得這一支居然 慢慢的在走 讓我聞到進入花店的時候的味道 蛤 花店喔 對 我跟你講 花店你一進去 那不盡然全部都是花的香喔 有時候你進去本來是 它在剪那個樹枝有沒有 剪那個花的梗啊 跟那個枝葉的時候啊 因為它把它那種切齊嘛 對不對 那種飄散出來的那種綠感 跟修枝剪葉的那種味道 就充滿了整個這個室內 我覺得現在這個味道有一點貼合這部分 嗯 有耶 那個花梗的枝葉的味道有喔 對 你敢說一下 它非常適合一個成功難 就算你不成功 也可以噴這個 對也可以噴這個 因為晚上噴這個 晚上如果有機會噴這個 特別優秀 所以它其實比那些我們講的那個 我們昨天拍的Danger 要更受歡迎 以夜巷來講 要更受歡迎 是喔 可是Danger昨天已經很出色了耶 對 Danger算是比較 算是比較 在舞姿裡面算是比較低調 跟我們剛剛拍的Skandal 都是比較低調一點 是是是 最受歡迎的當然就是 其樂世界跟這個所謂的Enigma 是最受歡迎的 這隻走法好特別 你一聞就 記住了 以後看到它就是Call啦 對不對 是 那Call啦 又走到這個 花店裡面了 對不對 那花店之後 我覺得連沙士的味道都出來了 沙士 有一點 有一點 還是真的有 這個是 這個 所有的 讓人家心情愉快的 那個碳酸飲料的味道就會出來了 對 碳酸飲料的味道就會出來了 挺好 那好哥多拌這一隻 你會建議 如果 沒有像我們 沒辦法 像你這麼成功的話 那我們可以用什麼場合呢 對 翻白一點 晚上我又覺得都很適合 晚上都很適合 是 不管你 今天要去的場合是哪裡 我覺得在晚上 這隻都非常適合 而且非常性感 非常性感 嗯 那晚上室內或室外 更好的 都很適合 當然室內是更好 因為有一點氣溫 如果你今天晚上要去酒吧的話 簡直是棒透了 OK 因為在那個 喝了一點點酒精飲料之後 那個氣 體溫的帶動下 會讓這隻更性感 是 更性感 它不太適合 它適合去那種 鋼琴酒吧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對 就點了一杯威士忌之後 慢慢的小酌一下 然後 體溫的帶動下 會讓這隻香水更性感 更性感 OK 嗯 所以就會變成別人搭訕的對象 哇 OK 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這個年紀 坐在吧台 還有人來搭訕的話 那可能是 警察 叫你搭訕的時候 零檢 零檢 身分證拿出來 沒有啦 OK 好 那 這一隻 米 米 米啊 所以你覺得用在晚上 晚上非常適合 尤其你要去一些夜場的時候 不會叫你去酒店 酒店那太吵了 因為味道太重 夜店也不太適合 是是是 那我剛剛為什麼問說 晚上的室外呢 因為像我們去這個棒球場的時候 蛤 棒球場啊 對不對 就是也是會去看球賽 那你可能要噴燈酒 會更適合一點 Dangerly更適合 OK 更適合一點 所以這一隻反而比較適合室內 室內 比較高雅一點的場所 夜場的場所 對 如果在這樣子 部外的場所 好像 沒有辦法讓它 最完美的呈現 它適合去那種 封閉式的 封閉式有空調 然後但是你 可能還是著陣裝 但是沒有打頂帶 沒有打頂帶 就是已經下班了 然後晚上休閒一下 是 OK 挺好 好 男生 合適 男生 一定是稍微 百分之 70 更適合男性 我想像一下 女生用這隻 感覺 女生用非常有個性 講真的是穿褲子 然後穿皮靴那種 真的 喔 好像是喔 對 皮靴如果又是高跟的 對 再拿一條皮鞭 哇 哇 這好像是什麼 這樣很容易就讓這個影片歪掉 OK 好 是 那這一隻 你有嘗試過它的前中後調嗎 持香性怎麼樣呢 持香性非常好 非常好 因為它是 它的香材本來就是 比較持香的 對 的香材 所以它的持香大概是 這五隻裡面大概是最好的 喔真的啊 對 因為他們你看 前中後調都有所謂的新香調 黑胡椒 生薑 廣貨 這些都是味道比較重的 這些都是味道比較重的 是 那味道比較重的 香材 放在一起 當然會讓它 你看喔 你看煙草 對 現在坦白說 我會走出那個煙草 有一點出來 而且它煙草還帶出皮革香 而且它的煙草是煙濕的煙草 是那種煙斗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或是雪茄的 煙斗 像張宗毛臭的這種煙斗 就濕濕的 然後帶著一點甜感的 然後捏捏捏捏這樣子 OK 然後還要敲的 敲一敲 是是是 優雅的 抽著煙斗 你看起來就很像很有學問 在沉思這樣子 對 OK 好那我們 前調先留到這邊 沒問題 待會中調 再來看看它 有什麼要轉合 一樣 像名一樣的 南樂 拜拜 真的 Enigma Enigma 對 可樂 前面的可樂威士忌 對 到變沙氏 對 快樂水喝的怎麼樣 快樂水的味道 對 我現在快樂完之後 開始喝中藥了 對 有人說 因為安錫香 它真的會帶來一點微微的藥感 對 廣闊嘛 那還真的不是亂蓋的 對 因為它現在那種土壤的藥感 你知道像 安錫香 對 廣過 去這個底化街 去這個藥材鋪 那一種實際的中藥材 是真的好像樹皮啦 或者是樹枝這樣子 實際拿到你面前 然後導成藥粉這樣的過程 我覺得這個 它的藥不是那麼重的 但是你聞得到這種類似乾燥 萃取的這種植物的一些 很像藥湯的湯底的味道 從快樂水 汽水 可樂 沙士 它變成走到沉穩的 有一點帶一點 藥感 微微藥感 對 如果喜歡藥感的男生或女生 這一支我是覺得你可以嘗試看看 因為它是躲藏在後面的 跟前面有個 它銀幣在後面 銀幣其中 真的是很迷漾 你說它快樂水 怎麼突然變中藥味 這個搞什麼東西 對不對 你會覺得有一種錯亂感 對 因為你這個兩個 你不會把它搭在一起 喝著可樂去底化街 對 這個是老闆說你得衝殺 對 他也沒辦法髒話 對 總之來說它是一個非常 屬於一個都會男性的性感香氣 一個都會男性性感香氣 它更適合就是 我們穿得超微正式一點 而不是很單純像人 居選Oporo3 它需要可能正式一點 那可能是 白領階級 下班之後 解掉領帶 去鋼琴酒吧 放鬆一下 這隻非常非常的適合 或是你今天晚上要去參加 喜宴的時候 想要讓人家用氣味根的視頻 或是你參加喜宴的時候 也許 你還沒有伴侶的時候 對 這隻非常適合 吸引那些 伴娘群 是 伴娘群 對伴娘群 對 你一樣 那你現在覺得這個 還是男生呢 只有男生合適嗎 這個我認為還是 男生稍微適合一點 當然不是說女性不行 女性真的是要穿著 皮靴 你知道嗎 就是穿著皮靴 穿著褲子 淨妝 英姿煞爽的女性 其實是可以的 是 英姿煞爽的女性 對 那其實到厚調 我還是問了的話 它些微略帶一些甜感 對不對 因為前面的快樂水還是 對 就是那個煙草 那個煙絲帶來的甜感 就是煙斗的煙絲 因為我 可能之前說過 我之前有抽過一陣子煙斗 是 真的啊 你的那個 果然是成功人士的 因為抽煙斗很麻煩 所以如果你不吸它就熄掉 然後你就要清出來 是喔 對 那因為 它沒有那個 它需要 因為它煙油比較重 所以你還要拿那個通條 就有點像清泡管那樣 對 你要讓它有點透氣嘛 對不對 那那個甜煙絲冒出來的香氣 就是這個味道 就是這個甜感帶來的 就是這個甜感 就是這個甜煙絲 煙草帶來的甜感 對 那大概30秒應該跟你講才對 蛤 但是因為 對 你賣假 對 好 那 好哥這一支您把它定下來 什麼樣的調形 喔這支喔 這一支應該算是東方香情 小燕因為有安息香 因為這些都是 它會 而且用這個它會 讓使用這支香水男性 增加了一分神秘感 你知道嗎 它就是東方香情 對神秘感 是 會讓人想更一看就近 對 因為它的謎樣確實是厲害的 就是說 你一下是帶著甜味的汽水對不對 後來又變成了 類似中藥湯底 然後又變成中藥湯底 又加了一些甜潤的那個味道 又拉回來 欸很特別 就是 你到底接下來下一步到底是什麼 整個就是個謎 你知道 整個就是謎 它的走向整個就是個謎 是是是 那個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感覺 這樣 那 我會把它放在 有沒有中藥藥材這個香型 沒有啊 它就是東方香調 東方香調帶來的神秘感 帶來的神秘感 然後又有點煙燻 煙燻煙草 對不對 那還帶一點甜甜的 可是又不能叫美食 又不像美食 它這個完全不美食 千萬不要誤會 這個完全不美食 好 有點難捉摸 連訂掉都很難 就給它一個特殊的訂 基本上我們還是 因為這些安息現在很廣禍 我們還是把它 列為所謂的東方男子 是 東方香型 東方香型 好 零到十分 你剛剛給幾分 十分 我滿分 你還是給滿分就對了 因為這五支裡面 我 大概已經拍到這裡了 前面四支我都非常喜歡 對 前面四支我都非常喜歡 各有各的特色 定位非常明確 對 不管你是什麼個性的 都可以在這五支 找到你最適合的 是 的香水 那這支坦白說 我有一點 有一點耐人尋味 所以 跟它的名字一樣 對 一直還摸不著頭緒 對 那你說現在 要給一個分數的話 老實講 我覺得我還在研究當中 所以第一次你拍 我們拍開箱拍到重缺 對 我會先給它9.2分 那 我還是留著後面 因為我相信我們現在 以香精來說 現在大概在中調 還不到點的位置 對 大概可能五六個小時之後 我再來 我再來 就是工作也結束 然後我們再平清靜氣去 對 去好好的品嘗 細細品嘗一下這個 是是是 好 我再回頭給它補一些分數 沒問題 沒問題 那非常謝謝豪哥今天帶來這一支 米漾 真的是相當的米漾 對 下次見 拜拜